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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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是一位難求 在公營方面也是非常缺乏的 尤其是中式文化服務 中餐服務 或者有中日中國人的華語服務 這方面是很缺乏的 除了有長期護理院社提供文化適切服務 也有私人機構經營華人文化圍本的 提供長者支援適切服務 不過有機構早前因業權問題 而令該處的長者面臨搬遷危機 令家屬一度徬徨 主管人員致電說 我有消息要分享 Grey Senior Home已賣了 我卻不信心 我便想 賣了嗎 他便說是 所以所有住民都必須離開 末月後 他的目的是想照顧老人家 而他買賣之前 已經是照顧老人家的福祉感受 事件帶出現行長者護理架構有什麼問題 未來的護理服務又可以怎樣變得更以任為本呢 那我想不管是非牟利和牟利的機構 其實以長期護理是不是可以有好的品質來說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長者的福祉擺在第一位 那我們是不是有心去做一個以人為本照顧的承諾 Kristina、Tim和Sandra三人的家人 都是溫哥華華負一間長者支援式生活院舍的院友 今年三月底 有院友收到通知 居住大樓將會賣出 並在另外一個地方興建新大樓 而院友需要在五月底前搬走 當我們 first heard of it we were pretty shocked and we were thinking that it's not a it was not possible and so our first response was we when we were given the options that what were the options to for my dad I guess I'll just reiterate on what my mom said I think the impact initially was just like shock disbelief and then it quickly became a lot of anxiety as we figure out like what are next steps like what can we actually do to find my grandpa another home 回憶起當時收到遠方通知 Sandra第一反應是覺得不可自信 對比是溫哥華的家屬居住在多倫多不希望出鏡的Steven表示 雖然爸爸又收到通知 但是遠方未有第一時間通知他有關消息 令他非常焦急和困擾 他那裡要賣就不是說他那裡的工作人員通知我們 只不過是我打電話給爸爸那時候 爸爸告訴我天恩又會賣 他就要被迫在五月底要搬走 事實上遠方曾經在報章上登廣告 希望找辦法安排院內長者 他根本一直都沒有聯絡過我 我就從我爸爸口中才知道他賣到 我之後是不斷打電話給他們問 才逐點知道少少消息 我又不知道他登了報章 我又不知道他幫遠友做了什麼 雖然遠方在通知上表示會安排安置 但是遠友家屬認為 遠方未有妥善計劃之下 就要長者搬走的做法不妥當 我們說有三個選擇 一是要帶他們回家 第二是 BC Housing 第三是要看他們的家庭 第三是要看他們的家庭 我們說什麼選擇 然後我們看他們在報章 他寫了一些家庭 他寫了一些家庭 還有一些家庭 甚至甚至找人員工 甚至找人員工 在街上的街道 那當然沒有導致我們 沒有導致我們 去保證這些人 甚至能夠成功 因為這些家庭 都在找人員工 如果他們想安排好些 應該一早 你準備賣之前 會不會應該有些完美的計劃 諮詢一下家人 或者看看嘗試 找找其他地方 看看適不適合其他 所有的搬遷 才決定去買賣 不是買賣了 才去搬走老人家 我不是阻止他私人的買賣 只不過他的安排上 非常不合當 Steven覺得貿然要長者 搬來熟悉的華人文化環境 到英語為主的安老院 也沒有優先考慮長者感受 最終Christina為90歲的爸爸 在本拿比找到一個地方 不過很多家庭都根本找不到新地方 我們找到他的地方 很 early on 但部分我們的措施 是因為每個家庭都還在那裡 因為我覺得我們 我們是唯一的 有八個家庭 我們是唯一的家庭 我們是唯一的家庭 所以我們的措施 是唯一的家庭 我的父親是在家庭 還在家庭 那是在家庭 家屬除了為家人何處安置而憂慮 也都擔心 該華埠長者支援式生活院寫賣盤後 去華埠可以提供華人文化護理服務的地方又少一個 我們嘗試就事件和天欣宜安院查詢 不過截稿前對方未有回復 而最終省府在4月宣佈透過BC房屋局購入建築物 未搬走的遠友可以繼續留下 並在6月15日開始由中橋護助會負責營運 因為BC housing approach我們做這個營運單位 當然我們對於老人家長者這個護理方面 也是很有長時間的經驗 而且又有些對房屋經營方面 尤其是低收入房屋的經營 也是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將我們的經驗 帶領去新的天欣宜安院 天欣宜安院 他們的食宿亦是不會有改變 我們希望員工亦是可以繼續給他們的服務 給遠友 那些家人也不用擔心他們會被人遷走 有關住宿收費和翻身工程細節 Queenie表示會稍後同樣有商討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公營私營 都應該是為長者的優質服務 不是為了盈利的大前提 收費方面我們要幫每一個長者 從長計議和和家人從長計議 但是我覺得總括來說 因為政府也會有很大的資助 所以我想是一個雙贏的對策 對於中橋將會接手營運 家屬都覺得很恩惠 又感激華富社區人士一同為事件發聲 是否要保護自己家屬於家屬 而是要保護自己家屬於社交房子 在經濟的社交房子 為中國城市和未來的中國城市 人士的未來 老人家維持在唐人街 他們熟悉的環境 他們熟悉的文化 又不用在疫情期間搬來搬去 對他身心來說已經是最大的得益 雖然事件暫告一段落 回顧這次的事件 他們覺得政府都有相當的責任 對,我再有一個問題 我認為這項局現場 Attila 比較外責任的生活 從浴室的專業家屬 在家屬被剷片 責金或者保管稿 跑到處除下的無所家屬 在家屬於家屬已經住在住 我認為是個責任的 絕大致的局面 你要想想想想想 現在是公司公司家屬 現在是社交房子 因為公司 现在我们的信心是 现在它在继续安装成长城市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 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机构 长者护理服务都应该是以长者福祉为大前提 而一些护理机构 就提供以人为本的长期护理服务 并加入华人文化特色 这些服务如何帮助华越长者呢 下一节再看 长期护理院主要是提供护理服务 比有复杂护理需要 需要24小时专业护理 而又无法在家接受支援的长者 当中提供据华人文化特色的 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据文化适切的护理服务 如何帮助华越长者 未来卑斯省的护理系统又可以如何改善呢 在卑斯省一旦发现长者有护理需要 可以联络所在卫生核区机构 个案经理会评估所需要的护理服务 在卫生核区机构既 Atlanta 屁股的护理事 开教授的护理事 亦是对于长者在自己家里生活 但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 其实应该加强到 毕业不需要去长期护理 在一個家居的服務 多一點設施的話 他們就可以支持到 可以繼續在家的生活 固然護腦服務是需要資源 你說那個模式是怎樣 其實這一刻我們知道 長期護理不夠 護理是放在一個光燈上 因為COVID-19 其實我們的趨勢是 在社區上能夠提供到 滿足到讓老人家不需要搬 其實這個應該是最後的趨勢 就長期護理服務來講 比斯省有293間設施提供相關服務 當中分別有 直接由政府營運的公營縣社 也有政府撥款 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合作 和私營牟利機構 總共為省內提供近 28,000張長期護理床位 當中政府透過和非牟利機構合作 提供具文化色彩的資助長期護理服務 費用根據長者收入議定 1970年代開始 華工跟政府就一向都是存在多方位的合作 和監督的關係 以提供照顧來說 政府的衛生局 省政府的衛生廳和溫哥華營安衛生局 會提供華工安老院主要的營運資金 因為他們委託華工來提供長者的長期護理服務 透過這樣的月費 它可以獲得實際上每個月9,000塊左右的長期護理照顧 Kent的爸爸一直希望入住中式文化的護理院 不過由於床位有限 輪候了一年多才入住華工安老院 他說之前爸爸在主流護理院一直都未能夠適應 第一就是言語不通 他的英文能力真的一個百分之一 同那邊的人經常都是用 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大家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之後就產生了很多矛盾 有時時間一久了 大家都有發生口角的問題 人家那邊的員工不會很強勁地罵你 但是他們在行動上就表現出來了 吃東西的方便也是不習慣的 因為雖然我們進去住的時候 他說我們也有煮給華人吃的東西 但是他所煮的方法就不是我們真的在家裡這樣的煮法 久而久之 Kent的爸爸情緒和身體都出現變化 很多時候就搞到他心情不好 有時又發脾氣 更加影響過大家的言語溝通 大家的互信了 住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瘦了很多 他沒有餵口吃他那些東西 不是說差不多 每天都是我媽媽煮的東西拿去給他吃 華工安奧院院長尼斯奇表示 文化環境對長者身心都很重要 長者可以吃到熟悉的中式餐飲 那他不會抗拒肯吃飯 體重就容易增加 那身體的狀況也就容易逐漸穩定 健康一些也容易快樂一點 那當心情好了又沒有語言障礙 可以自己跟人溝通的時候 他就比較願意交朋友 比較願意參加活動 比較可以提供投入那個怨社的生活 那慢慢我們的長輩就少了焦慮和挫折 那多了自信和尊嚴 以提供華人文化特色的長期護理院社來說 目前大溫地區只有兩間機構提供相關服務 單單以長期護理院來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 華工和中朝加起來 就不過是200多個床位 但是我們知道說大溫地區的長者 華人人人口數字是超過這個樣子的數目 我們可以從等待輪候的時間看到說 像這兩所安老院 我們的等待 等待時間都會需要是12到18個月 那這也告訴我們說其實社區的需求 和我們實際上能夠供給的 以華人為主的床位其實是高很多的 中朝互助會早前和西門飛沙大學進行一項研究 發現亞裔長者更傾向選擇 具文化特色的護理服務 其實這個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我們其實中朝互助會在幾年前 做過一個和西門飛沙大學的研究研究 做了一個研究的 我們的研究表明顯示 我們在這個低陸平原的有文化色彩 中式的善食和主管的形式很少 為了應付床位工不應求 和不符合輪候工營床位的長者 華工和中橋都分別設有少量先營床位 這方面是因為這個社區的需要 不是為了我們要賺錢或者這個盈餘的方便 是為了有些朋友 好像剛才我們講的 剛才我們講到的這個情況 他們要這樣的需要 但是又排不到 或者他們的Qualification是不夠 所以他們就沒有機會去安老院的機會 華工安老院近年更進行 院舍擴建計劃 第一期院舍已經在2019年年底完成 而第二期也將在今年年底完成 合共增加97個床位 現在的院舍和設備都非常疼舊 而無法應付到現在的院友的 越來越複雜的護理需求 所以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就向政府申請 很多的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BC Housing和市政府的支持 我們就在2016年開始這個重建的工程 完成了之後 我們新華工就會有一共224張床位 希望可以帶給溫哥華的華人 有需要的時候 一個獨特中國文化的長期護老安老院 而且希望 因為我們加多了床位 可以希望減低現在等政府資助的 長期床位的老人家 那些時間可以縮短 新院舍以屋苑形式設計 是希望可以優化長者生活質素 為什麽現在叫做以人為本的模式 以前好像很院舍化很醫院化的 那就是因為一路以來 是最叫做economic的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會在一間房裡面 有很多個人的 或者很多時候所有的 common areas 是共用的 那但是現在這件事 已經是不是叫做最好的服務 那馬公西院新建完成的時候 我們會多增加97個床位 那很確定的是有70個床位 政府確定是由政府資助的 那華公目前也正繼續在 跟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討論床位的增加 因為衛生局也明白到 我們整個華人社區需要 有很多長者需要 需要能夠受到以文化為主的照顧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老年醫學專家 Dr.Ella認為 隨著人口老化 依靠非牟利機構 提供具文化色彩的護老服務 或者追不上需求 他建議政府考慮以下做法 еж劇地去清理 教育文化 類似合格力量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沒法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其實 要有的建議 提供的 維持人口 作為人 導致 研究 像 我認為 我們在做成功能 的 我們在做成功 We really need to have cultural advisory committees, members of the actual long-term care community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ty at large, advising and being a part of policy and activity and approach in all of our care homes, and we certainly don't do enough of that.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engage in lo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ith lo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advise you around how to bring more cultural content into a care home. 被施衛生廳長特登安認同文化適切服務的重要性,指出要繼續提升護理標準,提供文化適切服務. So in the South, you know, we have efforts with success, Lakeview, which is a care home in my constituency, is hugely oriented to Chinese-Canadian seniors, because it's important at that time in your life, when you're facing other challenges, and you've eaten, say, have you eaten a certain type of food all your life, you've talked in a language all your life, to not be able to do that creates additional hardship. And so we're working hard to do that. It's hard in a health care system to do that. But my strong view is we have to treat our residents as individuals, as their home. 好了,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被施省长者护理服务的议题,如果观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以电邮的方式和我们联络,观众也可以上网提醒今集的节目内容,多谢收看,下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